你的小屋是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常说教育是对弱势孩子最重要的事 因为透过教育 这些孩子可以获得多一点的竞争力 未来也可以有更多向上的机会 由李嘉童教授创办的博佑基金会 是一个在偏乡替弱势孩子 提供课业辅导的机构 目前他们已经有十一个据点 虽然人力资源不足 但是看到接受过辅导的孩子 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是社工人员最大的满足 博佑基金会主要辅导对象为偏远地区 家庭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除了国文 英文 数学 这些主要科目的科后辅导之外 还提供电脑课 绘画课 歌唱等才艺课程 有时还会请来有实务工作经验的人 例如美法业 零售业 业务员等 来说明他们的工作内容 让学生对各行歌业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学生他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 那只要找出他们适合的能力 然后将来他们在社会上也能够找到适度的发展 那些孩子不会入园永远的凝固 他希望可以有这些流动 那我觉得其实像在我身上流动 可能就会比较酸 就是国有做到这样子 像深刻的小朋友 像是他们可能国中毕业以后在路上碰到 那你会突然觉得 他们好像突然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们可以跟你聊他们的近况 不再像是以前 就是看到你就转头就跑 董事长李嘉童先生秉持 不能让穷孩子落入永远的贫穷 这样的理念 透过博佑基金会 让一些较为弱势的学生 多一份竞争力 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 信义育幼院的小朋友 骑单车环台的新闻 这当中有一位远著名的少年小伟 他已经成功完成了环台的心愿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替自己受伤的眼睛 装上一眼 在几年级啊 要生高一 要生高一啊 嗯 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除了这个环道要完成以外 要去开手术啊 要装 装支援啊 一眼 嗯 你眼睛怎么了 就小时候打棒球打到了 哦 所以现在有一个眼睛没有功能 嗯 因为小时候没有 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就受伤 然后一直没有去做治疗 嗯 只有开刀把他就是受伤的地方用好 所以现在医生就说他一直在萎缩 萎缩 就是对他来讲那颗眼睛就是不好看 整只眼睛从五到有大概快十万块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他 这个孩子也很需要我们 大家花费一点点的爱心 啊 啊 会过来 对 啊 你像这一句 你也会说 愿望说 如果没有我教育 那种苦 没自己的心情 那是我们大家 要比较快 因为他健康 他也要做过很多小孩 对啊 他只有一些人而已 我看你这都做 储比头位 有啦 就怕很多人没在 台湾真的是处处有温情 透过公民报道 也让我们发现真感动 而如果你也想要帮助小伟的话 欢迎上 Pepo公民新闻平台留言 或跟信誉游远联络 Pep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